我們將會依照法律的規定來做後續的報告書的修正 以及說明會的開 我們還會召開說明會 跟所有的鄉親結束未來美麗灣所有的院子 跟整個施工的標準 以及我們相關的回饋措施 希望我們才會繼續做動工 以及未來做營運的準備 我想台灣是一個多元的生活 非常重的是大家的聲音 那我們期待雙方面能夠理性溝通 我們希望未來能夠用監督來取代對方 能利用協商來解決問題 我們只是不斷地在內操作 但是我們剛剛其實有非常多人很想要回饋措施 在座的在 在座的在